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25日 今年番茄长势很好 快到收获的时候了 给大家看看种在盆里 小容器里和土里番茄的情况 这是在两身酱油桶里 上下都摘种的番茄 下面是倒着种的大番茄 上面是樱桃番茄 下面大番茄 前段时间有几个果实 得了起腐病 被我剪掉 现在只有两个果实 但它们的个头都不小 如果没有麻绳固定 它们的重量估计能把里面的根坠出来 得出的经验是 这种小容器上下摘种番茄是能够长出结果的 就是要更加细心的护理 上面的小番茄长得很好 这一桶也是上下摘种 都是樱桃番茄 它们的果实每天都有红透了的 所以每天都在采摘 左边这一个桶是一身的酱油桶 只是上面种了樱桃番茄 长得很好 值得提一下的是 倒着种的番茄 它的童口部分一定要固定合适 太松了会掉下来 太紧了会影响植物的生长 想试一下倒着种的朋友 请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我们现在来看看盆栽番茄的状况 这些盆栽的都是大番茄 每盆挂果都在差不多15个左右 除了第一盆有起腐病 我剪掉了病果 及时添加了钙剂 后面长出一些新的果实 现在都长得很好 盆栽番茄 护理得当 是完全能够获得很好的收获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种在地里的番茄 硕果累累 每颗差不多挂果有20个左右 他们比盆栽番茄晚了差不多半个月 但挂果后长得很快 现在已经看不出来和盆栽果实的区别 翻开叶子 下面都有一串串的果实 这一串里面有一个个头好大 我试着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左边那个 左边第二个 它应该是今年最大的一个番茄 等收获的时候一定要撑一撑 番茄不会被鼻涕虫 菜虫侵犯 种在地里 不会被虫栽 只要浇水补肥 它们的收获一点都不成问题 我今年也是第一次尝试盆栽番茄 能够成功带给我很多的信心 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